讲解一下网络热门常众视频 这是黑莓锦蛇 是国内常见的一种无毒蛇 有的地方叫它菜花蛇 可以长到两米多 个别天赋一饼的个体能接近三米 这是我动员拍的 两米的黑莓 话说回来 这开车咋开着开着 突然蹦出来条黑莓呢 难不成飞上来的 原来最开始这条蛇就在车上面 车主没有发现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开车之前一定要先检查一下 以免发生交通事故 被酒泡了两年的毒蛇 开瓶竟然没有死 你可拉倒吧 两年早就饿死了 之前确实有过这种新闻 黑龙将双城区的一位刘女士为了治病 泡蛇酒喝 泡了三个月之后正准备喝的时候 蛇突然窜出来咬了刘女士 为啥三个月还没死呢 盖子没盖紧背 蛇在里面还能呼吸 对于蛇来说 二三个月不死其实很正常 但是两年就纯熟扯淡了 没熏死也饿死了 至于泡蛇酒治病 这个呃 你开心就好 世界上进食最快的蟒蛇 吃完一头鹿 仅用三秒 这个是盗放 正确的打开方式应该是这样的 这条蟒蛇刚吃了东西 然后被这些人惊吓到了 于是就开始吐食 这样吐食对蛇其实很不好 不得不说这些人真无聊 就好比你正在浴室里戳澡 我偷偷给你把热水器关掉 这是一条乌烧蛇 也是国内常见的大型无毒蛇 可以长到两米多 这位大兄弟你觉得他好求吓人 他还觉得你好求吓人了 不过你把他踩走 他也走不了啊 估计你俩得这样吃到晚上 有人问我这到底是不是眼镜蛇啊 这确实是眼镜蛇 地点是柬埔寨 柬埔寨的眼镜蛇有 孟家的眼镜蛇和 中南半岛社独眼镜蛇 具体是啥我也不知道 露出来的特征太少了 反正二选一 如果你家里厕所进蛇了怎么办 先把厕所门关上 防止他跑出来 然后打110或者119 不要自己盲目处理 可能会被咬到 咱先不说有没有毒 就算没毒 这会刚从粪壳里爬出来 一股子撂烧味 还是你自己的 咬你一口里受得了吗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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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是这个 这位大哥说颜色越鲜艳越有毒 这说法其实是不对的 世界上毒性最强的内陆太潘蛇 长得这么埋态 世界第二毒的东部李彦金蛇 长得还是这么埋态 很多毒性强的蛇 其实长得都不鲜艳 鲜艳的也不一定是有毒的 比如玉斑利蛇 紫灰山影蛇等 这里防止有人钢我 我要强调一点 我列决的反例不是个例 而是有很多 只是这里懒得说 而且也不是某些地区适用 任何地方都不适用 这个新闻大家应该都看过吧 起因是这个小姐姐手机掉地上了 捡手机的时候被这条蛇咬了 于是她直接把蛇逮着去医院看有没有毒 这波操作怎么样啊兄弟们 这是一条赤链蛇 也是中国的常见蛇类 如果你多看两个新闻你会发现 有的说赤链蛇没毒 有的说赤链蛇未毒 那赤链蛇到底有没有毒呢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争议性的话题 目前来说她还是处于争议状态 赤链蛇有一种名为达氏腺的腺体 达氏腺这玩意儿主要存在于游蛇课当中 像非洲树蛇 非洲藤蛇 虎斑锦巢蛇 红伯锦巢蛇 这些都是达氏腺巨毒蛇 虎斑红伯因为没有毒牙 毒液输送效率差 甚至一度被认为是没毒的 在咬死人之后才被人们重视起来 而非洲树蛇和非洲藤蛇都是后勾牙 装备比前面两兄弟更好 毒性也更强 在非洲有着不错的业绩 有人要说了 那赤链蛇既然有达氏腺 那它不就是毒蛇吗 有啥好争议的呀 因为达氏腺分泌物也有毒性高低 像虎斑红伯这种是明显具有较强毒性的 而一些微毒蛇 它就是毒性比较弱 比如零蛇鼠之类的 那么赤链蛇呢 虽然赤链蛇的达氏腺分泌物 对耗子挖泪注射后有较为明显的致死性 但是它咬人没啥效果 我见过的最严重的 就是被赤链蛇咬得脚踝肿了 但这属于过敏反应 它的达氏腺发挥了多少作用 不知道 还有更劲爆的一点 很多无毒蛇也发现了达氏腺 这不就很奇怪吗 显然不对劲啊 观众朋友们 你们有没有觉得赤链蛇有没有毒这个话题很棘手啊 觉得棘手的弹幕扣个1 我可是冒着被喷的风险在这讲啊 下面说一下我的个人看法 我们从生物学角度来讲 看它有没有将毒用来捕食防御 举个例子 很多人喜欢说哪些哪些蜘蛛没毒 那它真的没毒吗 蜘蛛的毒也非常特化 有的毒素只对昆虫有毒 有的只对哺乳动物有毒 有的对两者都有毒 如果这种蜘蛛是只对昆虫有毒的 它咬到人身上肯定没用啊 但是它有用来捕食啊 你怎么能说它没毒呢 你可以说对人而言它没毒 但是从生物学角度来说 它是有毒的 吃链蛇目前没有关于 它有没有把达氏腺用来捕食防御的研究 所以生物学定义不知道 对人来看的话也很弱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吃链蛇对人的毒性是0.0001 接近于0 所以你可以认为它没毒 但是你不能说吃链蛇肯定没毒 我们再回到这件事情本身来看 小姐姐被咬后 正体的表现确实值得称赞 但是当我们被蛇咬了之后 最好不要去抓蛇 因为如果是毒蛇的话 你抓的时候可能被再咬一口 注入更多的毒液 用手机拍照就可以了 好了 欢迎大家私信给我投稿热门长虫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还请别忘了三连加关注 谢谢 这个视频是被人后期配音的 原版是这样的 这条蛇很明显 是中国十大毒蛇之一的短尾腹 是最常见的毒蛇之一 分不广 数量多 他的咬人数量是全中国最多的 足足占了半壁江山 被咬这个人看得出来 他是想拍个未死视频 但是夹耗子的工具太短了 蛇直接咬到他手了 据说这个人是个蛇医 后来正确的处理 并且去医院注射了血清 虽然他最后已无大碍 但是这个行为成了活活的反面教材 短尾腹有专门的养殖场 主要是提取毒液后制作一些药物 比如腹蛇抗酸酶 具有治疗脑血栓形成 血栓壁色性静脉炎 大动脉炎 静脉血栓等功效 视频里这个人是不是正规养殖的 我就不知道了 我们是不可以无证私人饲养短尾腹的 因为国内所有蛇都是山有起步的保护动物 又是车里有蛇啊 蛇的出现画面只有这一点 不过还是可以看出 这是上一期我们讲过的黑莓紧蛇 上一期视频我看弹幕有人说 我拍的这条黑莓有三米 啊没有 真的只有两米出头 最多两米二两米三的样子 有人可能会疑惑啊 蛇为啥还需要避暑啊 冷血动物不是就应该多晒太阳吗 这个不叫冷血动物啊 应该叫变温动物 是指他无法控制自己的体温保持恒定 比如在夜晚的时候随着温度降低 蛇的体温跟行动能力就会下降 他适当的晒太阳是为了升温 让自己回复状态 如果他一直在那晒的话 温度就会一直升高 直接就晒死了 这条蛇也是黑莓 他为啥叫黑莓紧蛇 你们应该知道了吧 这是我一个朋友叫憨皮的人 他们学校的女生寝室洗手池 该寝室的一位女同学通过QQ 告诉了憨皮 他们宿舍有蛇 然后憨皮建议勇为的想去女生寝室抓手 结果被书官阿姨连出来了 话说回来 洗手池会钻出这玩意儿的寝室 你敢住吗 一 敢 二 不敢 视频说这是网警蛇 网警蛇在很多地方也有菜花手的叫法 但是其实这还是黑莓 看前面部分可能看不太清 前面看不清怎么办 看后面啊 黑莓的后面有很长的黑线状花纹 算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 网警蛇的后面不是这样的 男子衣服钻进一条独蛇 淡定等待同伴相救 这条车是巨灵魁 它有个响当当的外号 二 世界杀人王 这种蛇是全世界咬死人最多的毒蛇 对人有非常强的致命性 他们通过摩擦身体鳞片发出声音来恐吓敌人 就像这样 我觉得俊里奎摩擦出的声音非常帅啊 觉得帅的把帅打在公屏上 这种蛇是全世界咬死人最多的毒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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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是蟒蛇 这个是生蟾 生蟾虽然有绿水蟒的叫法 但是其实它不是蟒蛇 而是蟾蛇 很多人分不清蟒和蟾啊 相比之下 蟒更被大家所熟知 有的人可能压根不知道蟾是什么鬼 但是他们一个是蟾蛤 一个是蟾蛤 整整夸了一个蛤 至于为啥生蟾不咬它 可能是生蟾吃饱了吧 还没到饭点 不饿 也可能是深然觉得这玩意儿太难吃了 反胃 这里的毒液让血液非常短的时间就凝结了 简直像毛血旺一样 非常的神奇啊 那么这是什么蛇的毒液呢 我找到了完整的视频 从取毒开始 这是原邦魁啊 有的小伙伴可能要问了 那山魁是个什么鬼名字呢 在中文文记上直接把原邦魁叫成山魁 其实不太妥 山魁是这个属 山魁属下一共有四个种 分别是摩尔山魁 巴勒斯坦山魁 原邦魁 泰国原邦魁 我们在明确使用原邦魁为中文名的前提下 其实不应该再叫它山魁 容易跟其他山魁搞混啊 原邦魁的毒液有非常强大的灵血能力 如果你还没有见识过强灵血毒素的恐怖之处 可以看看我的这个视频 好好的感受一下 现在出租车里乘客是什么反应 蛇为什么会出现在车里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这条蛇确实是银环蛇啊 小伙子一样银环蛇带出门盖子都没盖好 本来银环蛇就是不允许私人饲养的 你这还跑出去了 咬到人了不得了啊 看旅乘客的反应 还好这时候车没有行驶 如果车正在行驶 旅乘客吓得直接跳车 后果将不堪设想 如果旅乘客没有发现蛇 不幸被咬到 那么他很可能会因此丧命 银环蛇有四大数据 大家在此一定要牢记 独信中国第一 杀人数量中国第一 致死绿中国第二 致死速度中国第二 蛇为了报仇 竟然追杀了一个人 长达五年的时间 最后呢 是大仇得报 生生的把他给咬死了 这件不可思议的真实事情啊 这是真事 有点意思 就发生在我的家乡 恩师州立传市 被追杀的人叫做成帝宁 在1991年发现死于自家的田地中 身上呢有九处被蛇咬过的痕迹 身边也有17条蛇的尸体 明显就可以判断出是死于蛇毒 就你这大场面明显是别人把他杀了 然后整成这样的造型的呀 那蛇为什么要追杀他呢 蛇毒这人都来不及了 去逮号子不香吗 原来成帝明生前是一个捕蛇人 经常啊是抓蛇卖蛇 在1986年4月的这一天 成帝明和他的朋友又上山抓蛇 看到正前方啊 有一条红花野鸡象蛇准备上前抓捕 野鸡象蛇就是野鸡伯啊 一般是指的虎斑警操蛇和红伯警操蛇 这两种蛇都是注读效率很差 读液量很低的 但怪事就在此时发生 成帝明还未靠近下手 却突然从旁边的草丛中 窜出七条野鸡象蛇 对他们进行攻击 蛇哪有那么团结的 都想着自己下一顿吃什么呢 哪有空来成群结队的 要一个压根吃不了的人啊 他们呢为了保护自己 于是挥刀向蛇群砍去 但是蛇却是越砍越多 最后啊为了保命 只有亮枪逃走 但从此成帝明也被蛇群 给盯上了 后来几年中啊 怪事接二连三的发生 不管成帝明是否在抓蛇 蛇都会经常莫名其妙的出现 向他攻击 貌似要跟他死磕到底 不用看了 像说书一样 我原本以为没人会信 结果评论区还只有一对人相信了 我靠 有人质疑这只是个故事时 作者还说这是真的 就算这事上过报纸 那又咋样 不符合逻辑 还没有任何证据 就凭一张嘴巴说 连这都能信 我只能说你开心就好 好了本视频就到这里了 别忘了三点加关注哦 谢谢 谢谢 我带忙路哦 忙死啊 喂 忙退你 你后背有死啊 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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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哪一条死啊 我想问问大家 有多少人看到蛇之后是这位大姐这样的反应 这段视频真的是把我眼睛都看瞎了 首先我们确定一下蛇的大致体型 从前面大姐走着的路对比路宽来看 蛇的长度大致在1.5到2米 算是比较大的蛇了 仅凭这个长度就可以大幅度缩小范围 然后可以明显观察到 这条蛇非常细长 在前面这部分有好像是环形花纹 我们第一个锁定的目标是眼镜王蛇压成体 有人会问 眼镜王蛇不是很粗吗 眼镜王蛇其实在2米以下的时候非常细 体重更是一言难尽 但是问题来了 眼镜王蛇的环纹是全身都有的 为什么这里后半截就没了 显然这不是眼镜王蛇 我们放大看看蛇的身体 花纹更像是乱纹 而不是规整的黄纹 在脖颈处这里没有纹路 放大看头部 眼睛后方似乎有黑纹 后半部分一整条黑线状花纹 毫无疑问 这是喜闻乐见的黑眉锦蛇 这玩意儿都成了我们长从视频讲解的常客了 这是短尾腹 有的地方叫它土工蛇 在上一集讲过 这东西是全中国咬人数量最多的毒蛇 相信我 认识它对理由好处 有人说这个像石鱼腹 石鱼腹的头是标准的三角头 嘴巴里是白色的 因此石鱼腹也叫棉口腹 仔细对比一下两者的头部还是有较大差别的 视频里这个是美洲的宽纹水蛇鼠 没读的 它的身形倒是跟石鱼腹一样 是个肥宅 这是两条眼镜王蛇缠在一起 有人说是在交配 仔细看 它俩都在用头把对方摁下去 很明显这是在打架 谁把对方摁下去了就代表谁牛逼 可能是为了真领地或者强女朋友 旁边三条单身狗看得津津有味 可以看出拍视频的小伙子肯定很紧张 它的镜头将它此刻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个也是眼镜王蛇 国产眼镜王蛇身上有这种倒三角的黄纹 可以看出这条眼镜王蛇年龄还比较小 随着年龄的增长 黄纹的颜色会逐渐变浅 这个距离来看的话 蛇没有咬到它 人的出现对于蛇来说是一种危险信号 蛇扑过来其实是为了下退里 并不是追杀里 而且在平地 蛇是没有人跑得快的 即便是黑曼巴也没有 所以你看到蛇使劲跑就对了 最后我要提醒一下 眼镜王蛇是国内最致命的毒蛇 千万不要捉死去挑衅它 在此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眼镜王蛇的参数 这是最真实的大样本临床病例得出的结论 不是那种张口就来的瞎编数据 大家也不要去学习那种喜欢瞎编数据的人 眼镜王蛇 毒性中国陆地第二 仅次于银环蛇 国产眼王毒性比国外的强很多 所以不要再说眼镜王蛇毒性一般了 毒一量中国第二 就平均毒量而言 蟒山元毛头父似乎在国产眼镜王蛇之上 而且蟒山元毛头父曾经有单侧毒线 取毒980毫克的记录 所以国产眼王毒量应该是不如蟒山的 致死率中国第一 眼镜王蛇在国内咬人数量并不多 但是凭借最高的致死率 他的杀人数量仍然是名列前茅 致死速度中国第一 眼镜王蛇毒液发作异常迅速 平均两小时就会呼吸衰竭 快到30分钟就会呼吸停止 所以被眼镜王蛇咬了要争分夺秒的抓紧时间就一 这BGM整得像在看水怪一样 要是走进科学来讲随便给你水个四五级 这是2020年10月份的事当时网传苏州太昌天镜湖出现大型蛇类 还放出了这一段监控拍摄到的画面 在天镜湖桥下有一根长条状的物体以比较快的速度从桥下飘过 后来又有网友说拍到了天镜湖蟒蛇的真面目 但是金河时这不是天镜湖拍的 我找了一下 这是2020年7月份在河飞的唐溪河公园 一位夜钓的钓鱼佬拍到的 果然钓鱼佬除了鱼之外啥时候都碰得到 这是一条缅甸网 钓鱼佬直呼这条是有七八米 真没有缅甸网是长不到七八米的 成年缅甸网普遍长度在三到四米 超过四米就算是比较大的了 达到五米的野生缅甸网更是少得抠脚 目前记录的最大个体是五点八米左右 视频中这条估计长度在三到四米 回到天镜湖的这段监控视频 这东西直直的从桥下穿过 因为它太直了好像并没有游动 有网友就说这是一根水管 我把这段视频看了好几十遍 在后面部分这里不知道这东西是碰到了啥还是咋回事 有明显的水波 但是实在是看不清 我眼睛又看瞎了 后来我总算找到一段更清晰的视频 可以看出这东西确实在游动 而且游动方式跟蟒蛇一模一样 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 这就是一条缅甸网 但是与此同时另一个问题来了 从地理分布来看 江苏是没有缅甸网分布的 这种景区公园人流量大 连公园的宝洁阿姨都表示自己从来没见过蛇 怎么会突然冒出来这么大一条蟒蛇呢 有四种可能 第一种是附近动物园里跑出来的 我不知道天津湖周围有没有动物园啊 家住天津湖附近的可以在弹幕告诉大家 如果有的话很容易就能查出来 第二种就是 私人饲养的缅甸网越狱了 饲养缅缅网必须持有相关证件 缅甸网在当时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无证饲养缅甸网是触判底线的违法行为 第三种就是 私人饲养 养大了 发现太危险了 不想养了 拿出去放生了 你别说 这种情况还真不少 第四种就是 这是一条野生缅甸网 但我觉得这个可能性相对较小 你们觉得是哪种情况呢 把你的想法打在弹幕上 好了 本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三连加关注哦 谢谢 卧槽太胡了吧 完全无从下手啊 我只能说 这肯定是无毒的游蛇科成员 具体是啥 真不知道 但是我好歹也是一个讲蛇博主啊 怎么能轻言放弃呢 我看了好几十遍 眼睛都看瞎了 我好像似乎大概也许 可能八成看到尾巴拉里有黑纹 蒙一个我们的老鼠人黑眉景色吧 视频拍摄于马来西亚的沙拉月 这是黑眉景色的越南亚种 黑眉有很多个亚种 不同亚种之间有体色差异 越南亚种会呈现这种非常漂亮的蓝色 觉得漂亮的吧 漂亮打在公屏上 好料啊 哎呦 中国水蛇 捕鱼的应该经常遇到 它是一种厚钩牙毒蛇 对人来说是一种微毒蛇 没啥威胁 见人就跑 这是金环蛇 我看有的人分不清金环蛇和银环蛇 其实非常简单 金环蛇是黄黑环纹 银环蛇是黑白环纹 只要你不是色盲分清楚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 有的金环蛇不讲武德 体色变异了 也是这种黑白环的 哎 这个时候你就得观察其他特征了 第一 金环蛇身上环与环之间的宽度比较接近 而银环蛇的白环明显比黑环更窄 第二 金环蛇背部隆起更明显 第三 金环蛇的尾巴是短短的顿尾 银环蛇相对较长而且尖 第四 金环蛇头部明显更宽 银环蛇就是典型的小源头 源头无毒 你别走近了 万一他 要不要叫把人给他抓走 我操 他像素人 我们的老素人 大家把他的名字打在公屏上 你谁呀 你谁 你谁 我 我 妈的 这是一条周三眼镜蛇 周三眼镜蛇的背纹通常是像蝙蝠一样的图案 这条左边部分有点缺失 没连上 其实很正常 周三的背纹非常多变 有的周三甚至直接抄袭孟家那眼镜蛇的背纹 只有一个甜甜圈 这种周三是没有信仰的叛徒一个 我不知道这哥们抓蛇之前为什么要先踩着他的身体 你生怕他咬不到你是吧 首先我们可以肯定这是摆拍 上面掉下的这个是缅甸吗 至于前面他抓的这玩意儿实在是太模糊了 我看到有人说这是白头盔 白头盔好歹也是盔科毒蛇三角头啊 怎么可能这么细长丝滑呢 我们再仔细观察一下 白色的头部 黑色的身体 让我想起一种可怕的毒蛇 在澳大利亚 当地居民形容一种蛇是 苍白的黑蛇 这个苍白是指的头部 没错 它就是令人闻风丧胆的海岸泰蛇 当然 这只是一种猜想 尖吻腹也就是喜闻乐见的五步蛇 表面上看他是想跟你一起钓鱼 实际上他是在来看风景 五步蛇是中国真正的烂肉王 被他咬伤的患者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 他可以造成非常严重的溃烂坏死 坏死面积不仅大而且深 有的甚至骨头都露出来了 我做个视频容易吗 全是马赛克 正是因为五步蛇的坏死能力太耀眼 很多不了解他的人 就以为五步蛇只是坏死厉害 致死率肯定不高 这种想法大错特错 五步蛇不仅是烂肉专家 更是一名血巡毒大师 对于人体而言 严重的出血是非常致命的 五步蛇强大的出血能力 使得他拥有中国排名第三的致死率 仅次于眼镜王蛇和银环蛇 这叫致死率不高 这是生然 也叫绿水然 是世界上最重的蛇 维度相当大 但是受纪录片营销后的影响 很多人对生然的体型认识不太准确 觉得生然有八九米 甚至十几米 以目前可靠的报道和影像资料来看 生然长到五米就算是比较大的了 长到六米的都少得抠脚 更不要说什么八九米了 华南女工大学进行献毒蛇 你说的大好几米你就抓呀 你抓的筷子那么长 这个太吓人了 别吓人啊 吓死人啊 这个是眼镜王蛇 国财眼镜王蛇的标志性特征就是身上的黄纹 这是他与周深眼镜蛇最大的区别 即便看不到头只看身体也能分辨 提醒一下大家 眼镜王蛇是国内最致命的毒蛇 这里把他的参数再练一遍 毒性中国陆地第二 毒一辆中国第二 致死率中国第一 致死速度中国第一 大家走路一定要小心 你看这位女同学差点就踩到了 不要哭啊 蛇没把我吓到 你倒是把我吓了一跳 这个是虎斑锦巢蛇 一直以来人们对虎斑锦巢蛇存在一个错误认知 很多人都认为虎斑锦巢蛇是 围毒蛇 虎斑锦巢蛇曾经在日本造成了数人死亡 按照一贯的虎斑锦巢蛇围毒的理论 就必须要给这些人的死找一个合理的借口 我见过最多的两个借口 日本人体质太差 都是过敏死的 日本人体质差这个理由可能站不住脚 都是过敏死的似乎很有道理 那他们真的是死于过敏吗 你是一名儿童在把玩一条虎斑锦巢蛇时 被咬伤多口 后来儿童出现了严重的弥散性血管内灵血 也就是DIC 最后死于DIC引发的脑出血 其他的几个死亡病例 患者都如出一辙的出现了严重的DIC 他们出现DIC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过敏吗 NO 导致DIC的罪魁祸首正是虎斑锦巢蛇的毒液 它就是那种专门针对破坏灵血系统造成灵血病的毒液 如果还有人觉得那几个因为DIC死掉的 只是瞎猫碰上死耗子 那几个人体质太差才导致了DIC 不好意思 日本官方医院还记录有30多例虎斑锦巢蛇咬伤导致DIC的患者 国内已经出现了虎斑锦巢蛇咬伤导致死亡的案例 事到如今已经不用再找借口了 严格来讲虎斑锦巢蛇是一种带有剧毒毒液的毒蛇 但是它的后牙没有与毒线连结 只有靠发达伤和尺差 入人体皮肤 毒液从达视线流出 渗入伤口注毒 正是因为它的毒液输送系统比较落后 所以通常咬人不是很严重 有的人被虎斑咬了之后 就在那大喊 诶我完全没感觉 一点也不痛 这个蛇根本就没毒 它好像自以为它很了解虎斑的毒液 实际上它压根就没中毒 这就是虎斑锦巢蛇被人们低估的根本原因 连竹岳青都有一大堆人说毒不死人 虎斑这种被人传无毒威毒是再正常不过了 好了 最后告诫大家保持敬畏之心 看到蛇一定要远离 这么良心的up主 赶紧三连加关注啊 吃恋手 说他无毒威毒的都有 对人没啥威胁 遇到不用慌张 这是一条王警蛇 是国内非常常见的一种无毒蛇 王警蛇有个外号叫臭蛇 顾名思义就是非常的臭 当王警蛇感到威胁时 会从肛门处分泌一股蓝纹的气味 我之前把一条王警蛇抓来拍照 凑了我好长时间 香皂都洗不掉 这条王警蛇相当粗壮 我目测它有1.3公斤 另外我觉得这个拍视频的人是个憨批 世界上最毒的海蛇 第五名 常文海蛇 半数致死率 0.044毫克 半数致死率是什么鬼 你这个是LD50 应该叫半数致死量 0.044毫克也不对啊 首先单位就没搞对 应该是毫克每千克 而且常文海蛇的半数致死量 也没有0.044 这就是一瞎编的数据 所有海蛇中分布最广的一种 在我国沿海城市海域中都有分布 第四名 猎虚海蛇 等 等一下 你再念一遍 第四名 猎虚海蛇 猎虚海蛇 猎虚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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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化不大今生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字是不是一个隐藏的多音子呢 我们用这个不守查字法 我知道你们肯定很久没查字典了 我来给你们示范一下 什么是不守查字法 看一下我的骨灰级职业级的操作 6话 来看一下86页 我们翻到86页 我这个字典是不是有毛病啊 少少少一些字吗 找到了找到了在这啊 268页啊268页我们翻到268页啊找到了我们来看一下啊他在哪里啊这里这个字读 柯 然后他有另外一个读音读壳一个多音字 来跟我读 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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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肯定是虾边的渔民 第三名 度式健维海蛇 这张照片不是度式健维海蛇 而是短鼻健维海蛇 半数致死率0.03考课 这个0.03也是虾边的数据 具有中性攻击性 只有在外界因素的威胁下才会发起攻击 画面里这个是感染健维海蛇 哥们儿又搞错了 在我国东部和西部沿海地区都有分布 我国没有这玩意儿 它又在虾边分布 第二名 勾嘴海蛇 勾嘴海蛇 也就是勾鼻海蛇 跟前面那个猎科海蛇 其实是同一种 猎科海蛇有两种 一种叫猎科海蛇 或者勾鼻海蛇 另一种叫塞皮克勾鼻海蛇 它这里非常搞笑啊 同一种海蛇换了个名字就出现两次 半数致死率0.02毫克 0.02也是虾边的数据 读性相当于眼镜蛇的两倍 是氢化蜡读性的80倍 目前尚不血清可以解读 勾鼻海蛇的抗读血清1962年就有了 第一名贝尔浙海蛇 这张图是灰蓝贝尾海蛇 贝尔浙海蛇其实长这样 根本不是一个画风 这里我封劝各位营销号 不要讲海蛇 海蛇水太深 你们把持不住 最基本的名字和图片视频都对不上 你去搞陆地死啊 说不定还能蒙对几个呢 据说其半数致死率达到了0.003毫克 弹幕打出来这个是什么 没错 瞎编的数据 贝尔浙海蛇的半数致死量 其实是0.24 海蛇里前五都进不了 全篇看起来这营销号就没几个对的地方 这是炖头蛇数的 没毒 喜欢吃窝流 这是虎斑井潮蛇 在上一期视频中我们详细讲过 很多人都觉得这种蛇是微毒无毒 但其实它是剧毒蛇 但是注毒比较困难 它的毒也可以导致灵血异常 出血不止 最严重的患者会因为急性肾功能衰竭 或者脑出血死亡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作死去挑衅它 这波操作怎么样兄弟们 这是一条肩吻腹 肩吻腹你可能没听说过 但是五不蛇这个名号你一定知道 没错 它就是五不蛇 我们来了解一下五不蛇的基本配置 毒液量中国第三 致死绿中国第三 烂肉水平中国第一 没错中国的烂肉王就是五不蛇 掌握局部烹饪技术的同时 还拥有超高的全村吃饭率 五不蛇是一种非常全面的毒蛇 它这样踩着五不蛇简直早死 我不知道这人是怎么想的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和想法 去这样踩着五不蛇 难道它不知道五不蛇有毒吗 这是几年前的事了 我记得当时是在贴吧看到的 抓蛇被咬的是一个钓鱼脑 这条蛇是中国最赌的银环蛇 这个钓鱼脑后来抢救无效死掉了 这件事告诫我们 不要擅自去抓毒蛇 就因为这样一个动作 你的余生都没了 这是一条周三眼镜手 这个视频告诉我们 找个靠谱的兄弟很重要 这个长得很像银环蛇 其实它是无毒的白环蛇属 这些白环蛇属的 不讲武德 抄袭银环蛇的花纹 让人傻傻分不清 你们以为它们只是抄袭银环蛇的花纹吗 我随便放出两张照片 都是跟视频里这个很像的诱体 你们觉得这两条蛇是同一种蛇 还是两种蛇 公布答案 这其实是两种蛇 左边的是白环蛇 右边的是细白环蛇 再来看看这两张都是成体 右边的是白环蛇 左边的是黑背白环蛇 是不是感觉长得差强不多 再来对比一下银环蛇的右体和成体 银环蛇的背部有明显的隆起 像个三角形 而白环蛇蛇比较圆润 这可以作为一个主要用来区分二者的方法 实际我们遇到的话还是远离为妙 虽然打了马赛克 但是这蛇散发的独特气息 早就暴露了他的身份 看这里身体部分的花纹 又是我们的老俗人 黑眉锦蛇 另外韩女士听到打呼噜的声音 应该是蛇在发出警告 当蛇感到威胁时 会夸张的呼气排气 发出丝丝的声音 这时你能看到蛇有明显的膨胀收缩 不同蛇之间声音不太一样 给大家听一下不同蛇的声音 这个是泰国圆班奎的声音 这个也是泰国圆班奎的声音 这是中南半岛社独眼镜尺的声音 这是王锦蛇的声音 有被吓到的弹幕扣个1 有趣的是 没过两天 韩女士家里又跑了一条大手 这次这条也是黑眉锦蛇 兄弟们这家还能住吗 好了 本期长重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三连转发 加关注支持一波哟 谢谢 你不要过来啊 身形细长 全身发黑 小圆头 蒙一个国内常见的大型无毒蛇 乌烧蛇 如果不是乌烧蛇 我就倒立洗头 这长长的黑线状花纹 毫无疑问的黑眉锦蛇 眉毒不用怕 这是一条赤峰锦蛇 也是一种大型无毒蛇 通常长度为1.5到1.8米 最大可超过2米 我们来看一下 他抓着的蛇有多大 视频中的小伙告诉我 他的身高是1米75 不知道有没有黄暴身高 臂展的话接近于身高 我们算他臂展1米7 但是注意看啊 小伙子手有点前倾 哎 耍了点小心机 但是逃不过我的眼睛 哪子的话应该跟他臂展差不多 我估计这的时候长度在1米7左右 算是比较大的了 大哥你能让一下吗 大声点听不见 大哥 兄弟们 我这一波稳不稳 两角色的作技我都不放在眼里 虽然内心慌得一痞 但还是要装作非常镇定 把666给我抠在公屏 这是喜闻乐见的坚文妇 也叫五步蛇 五步蛇的参数我就不练了啊 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之前的视频 最后这位兄弟把蛇弄开之后 才开过去的 没有对蛇造成伤害 给个好评 外卖小哥以为蛇有毒 小路边等警察 怕蛇逃跑 宣称拿罐子抵住身体 这可不一定哦 看到后面大家就明白了 这应该是一条高白品系的加州王蛇 加州王蛇是长这样的 这种非常漂亮的白色 是人工繁育出来的品系 不用说肯定是谁家养的跑出来了 有人说这个头是三角形 一看就是腹蛇之类的毒蛇 但其实这是一条无毒的白条紧蛇 白条紧蛇在受到威胁时 会把头骨成这样的三角形 不只是白条紧蛇 很多无毒蛇也会这样的技能 所以只看头判断有没有毒的话 迷惑性还是挺大的 最好的办法还是多认识一些时候 发现一条长达三米巨猫 还就战仇啊 怎么讲话 看钱话 都不敢去可以去看 当时也非常害怕 主编的工人们 工作人员也比较多话 然后我们就及时拨打了 交龙交援队的电话 交龙交援队接到球州电话后 选手组织 由普世经验队员赶往现场 根据这个森林拍摄 指导下将其仿伤 这 这条蛇有啥米 我目测也就一米五六的样子 确实是挺粗的 这是一条王警蛇 也是一种大型无毒蛇 可以长到两米多 前面这段是用放大镜拍的吧 你们好好学一学这种拍摄手法 这段视频之前也是很火啊 就因为这段视频 某龙姓男子的某平台的号被封了 真的是惹不起惹不起 这种蛇是非洲的古富斯葵 这东西不得了了 它是非洲咬死人最多的毒蛇 并且它也是非洲的烂肉王之一 被古富斯葵咬伤 严重的会造成非常大片深度的溃烂坏死 虽然打了马赛克 但我相信你们可以自己老补画面 它的死亡率不算特别高 远远比不上黑曼巴 主要剩在咬人数量上 另外我们通常见到的时候 都是弯曲前行的 这种时候为什么爬起来像毛毛虫一样呢 其实是因为它复林与其下方的组织之间叫疏松 由于肋骨与腹林间的肋脾肌有节奏的收缩 使宽大的腹林依次树立 支持于地面 于是舌体就不停地成直线运动 这种运动方式一般出现在一些体区较粗的舌上 比如一些蟒啊燃啊以及奎克毒舌 总结就是两个字 肥宅 这样动其实是为了省力 当然它们也是可以弯曲快速前行的 比如逃跑的时候 但是古富斯葵我感觉它比较憨 逃跑的意识不太好 请问这是什么蛇 被咬了 不知道有没有毒 这是台湾小头蛇 台湾小头蛇长有刀刃状的上和尺 经常被人们误以为是毒牙 但其实它是无毒蛇 它们用这种特化的牙齿来划破蛋壳 然后钻进去吸食蛋液 这种蛇非常喜欢吃其他动物的卵 这个视频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是这样的反应 嗯发生了什么 完全看不到头在哪里 只能看到仅有的部分身体 身材较为粗壮 有非常细的白环 尾巴突然变细变短 毫无疑问这是一条周三眼镜蛇 有人说为什么不是眼镜王蛇呢 眼镜王蛇的环纹是比较规整的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啊 区别还是挺大的啊 我们来了解一下周四眼镜蛇的参数 独性中国陆地第三 独月亮中国第五 烂肉水平中国第二 没错周四眼镜蛇是一种擅长烂肉的英雄 哦不对 毒蛇 很多人一看到这种肥宅就说是加鹏思葵 但其实这是加鹏思葵的一个兄弟 名叫西角思葵 他原来叫西非加鹏思葵 是加鹏思葵的一个亚种 后来独立了 我们小时候看到的一些讲加鹏思葵的纪录片 其实拍的都是西角思葵 那他俩有啥区别呢 主要的区别在头部 西角西角就是形容西角思葵的鼻尖鳞部位 扩大隆起的鳞片 形式西流角 而加鹏思葵没有这样的鳞片 相对来说比较圆润英俊 然后就是加鹏思葵的眼斑中间有一条线 而西角思葵通常是一整块眼斑 只要注意这两个辨识点 就可以轻松区别二者了 这是泰国元班奎 我们之前讲过好多次了 这种蛇的杀伤力相当恐怖 他毒液对淋血系统的破坏非常严重 并且国内没有上市他的抗毒血清 虽然有暴打用五不舍血清和负舍血清混用后 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但对于被严重咬伤的患者来说 很难 真的很难 只能听天由命 这是一条球蟒 原产于非洲 因为受到惊吓时会缩成一团球 所以得名球蟒 球蟒是一种小型蟒蛇 通常长度只有1.2米左右 最大可长到1.82米 因为体型不是很大 而且非常可爱 球蟒成了国外非常火的一种宠物蛇 人工繁育出了各种五颜六色的品系花色 但是要注意啊 在国内球蟒是被当作二级保护动物对待的 买卖 饲养球蟒都是违法的 大家不要因为它可爱 就想去养它 我们要做尊纪守法的好公民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这么良心的up主 赶紧三连加关注啊 学校草坪看到两条大蛇 这个视频前几天有很多粉丝都在问我 有人说这么大肯定是眼镜王蛇 这种蛇确实跟眼镜王蛇有相似的地方 不过很可惜它不是眼镜王蛇 我们注意看这里 身上有一条一条的黑色黄纹 再看它的头部 典型的小圆头 毫无疑问 这是两条滑鼠蛇 是国内常见的一种无毒蛇 如果不看头只看身体 确实跟眼镜王蛇有点像 再加上滑鼠蛇本身也是一种大型无毒蛇 可长到两米以上 最大可超过三米 就导致很多人经常把滑鼠蛇和眼镜王蛇搞混 偷偷告诉你们 滑鼠蛇是眼镜王蛇最爱吃的蛇之一 学校里出现这么大的滑鼠蛇 确实生态挺好的 它俩这样缠绕其实是在打架 好多人说这是银环蛇 由于视频画面不清晰 看不见背部是否有隆起 没有关系 我们再来观察这里蛇的花纹 仔细看这里蛇的白环只有前半部分有 到后面部分就看不清了 银环蛇虽然有那种环距宽 环数少的色变个体 但一般不会出现这种前面有环 后面没有的 所以这是无毒的白环蛇属的 白环蛇属我们之前讲过 很多种都长得特别像 至于视频里这条 细白环蛇有跟这种很像的个体 但也不一定 这是一条脆青蛇 是一种喜欢吃蚯蚓的无毒蛇 我不知道为啥有人说这是竹叶青 竹叶青是典型的三角头 这哪里像竹叶青啊 你说绿井蛇长得像脆青蛇 还有那么回事 竹叶青长得像我就搞不懂了 这条脆青蛇应该是被车撞了 看样子是活不了多久了 好可怜啊 他就是看上你的鱼了 这是一条黄斑鱼游蛇 是一种半水期的无毒蛇 喜欢吃小鱼 挖泪和残雏 最后钓鱼老哥居然把钓到的鱼全部放了 强行让自己空军 精神值得赞扬 给个好评 送给你 送给你吃吧 在考研教室女厕所门口拍到的 好吓人 看到她我都不敢拍了 各位住在这边 以及在这边学习的同学注意了 长长的黑线状花纹 又是我们的老俗人 黑莓锦蛇 我发现黑莓锦蛇是真的多啊 给我发素材的粉丝 发的最多的就是黑莓锦蛇 这条看起来挺大的 晚上到楼下吃夜宵 发现有蛇在偷我的泥销 前面这里看不太出来 光线问题 拍得一坨黑 最后这里可以明显看到有黑红相间的黄纹 毫无疑问 这是一条刺链蛇 对人没啥威胁 单纯的就是想吃夜的黎秋 体验不劳而获的感觉 啊 太爽了 这是玉斑利蛇 是花色非常艳丽的一种无毒蛇 因其十分漂亮的外表 又有美女蛇的称号 你们觉得它漂亮吗 这条蛇身上的红色不是原生的 是涂了颜料之类的东西染上去的 种类的话不好判断 可能是孟加拉眼镜蛇或者印度眼镜蛇 因为国外这些耍蛇的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两种 当然 也可能是其他眼镜蛇 这些人为了博人眼球 把蛇染成红色 是非常残忍而有恶性的行为 垃圾 这 这有蛇吗 大巴 在设备里面 好几斤重哦 身形粗壮 鳞片粗糙 全身原亮色 带有黄纹 我们的老书人 黑美锦蛇 的兄弟王锦蛇 王锦蛇可以说是国内最粗壮的游蛇 而且脾气非常暴躁 我之前用手机给你们弄王锦蛇的声音时 被咬了两口 虽然没毒 咬一下也挺难受的 估计很多人看到这种肥仔 又要说是加鹏思奎 从体态上来说 确实跟加鹏思奎很像 仔细一看嘛 似乎颜色不太一样 其实它是思奎属的另一种蛇 名叫西思奎 西思奎也是一种非洲毒蛇 它的鼻端长有角状长鳞 形如溪流角 因而得名西思奎 上一期视频我们讲过另一种西角思奎 也是长有溪流角色的鳞片 那该如何区别二者呢 还是很好区分的 首先西思奎长得更加艳丽花哨 只要你不是色盲 仅凭这一点就可以区别二者了 其次西思奎的鳞片会比西角思奎更长更抽象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头部 是不是差别很大呀 这是白变异的德州鼠蛇 商品名为白凉凉 是一种风靡全球的宠物蛇 体型比较大 而且性格相对暴躁 不过不用担心 它是没毒的 我发现好多人啊 看到长得全黑的就说是黑曼巴 绿色的就说是绿曼巴 这条蛇其实是非这种冠七蛇 冠七蛇长得非常漂亮啊 它是无毒蛇 相比剧多的绿曼巴 眼神气质啥的差别就挺大的 我们好好对比一下 最后强烈抵制这种人为斗兽 就是说了 不要说了 不要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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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吃 不要哭 不要吃 不要吃 你不要吃 不吃 不要吃 上个衣啊 现在我们在讀免 在讀免 我真的在讀免 有人说这是蟒蛇 也有人说是眼镜王蛇 其实它是一条周晒眼镜蛇 是国内非常常见的一种剧毒蛇 它的毒液特点主要是造成水肿坏死 之前没给大家看过 来吧 欣赏一下它的局部烹饪技术 我相信画面你们可以自己脑补 眼镜蛇装马桶是十分危险的 在长重讲解的第一期 就讲过一起国外的眼镜蛇装马桶事件 主要还是怕它躲在马桶里面你没发现 因为毕竟是自己的家嘛 就习以为藏的来感觉了 拿着纸就冲到厕所里开始放飞自我 谁会想到马桶里还藏了条眼镜蛇啊 对吧 万一一不小心被咬到了 这中国第二的坏死能力 就算不死屁股也烂了 这得多尴尬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保持敬畏之心 看到蛇一定要远离 这么良心的up主 赶紧商量加关注啊 有人说这条蛇变脖子了 肯定是眼镜蛇 注意看它的颈部并没有眼镜蛇那种明显的兜帽 这条蛇其实是井巢蛇属的某种蛇 没想到吧 井巢蛇也会变脖子 像国内常见的虎般井巢蛇变脖子时是这样的 如果远看过去 你是不是也会把它当成眼镜蛇呢 井巢蛇属的颈背部带有颈背线 可以分泌一种类似于残除毒素的毒液 当捕食者啃咬它们井背部时 就会中毒 注意看这一瞬间啊 这只猫恰好咬了一口井背线的位置 然后它立马就开始有反应了 紧紧只咬了那么一下 这只猫就一直在那口吐白沫 如果它多啃两下 估计得隔片了 你瞅啥呀 你瞅啥 你瞅啥 是什么懵选了 我在你后头呢 就你这反应还出来瞎回人呢 大黄都瞧不起你 你没发现吗 这个确实 它收的没毛病 你这反应 很多人问我大黄有事没 蛇有毒没 大黄没事 蛇也没毒 这条蛇是我们的老熟人 黑莓锦蛇 至于大黄被咬 也是意料之中 你看它一开始这么悠闲的趴在这里 一点防备都没有 蛇被猫拍翻之后起身找目标呢 刚好大黄就凑上来了 不咬你咬咬谁呀 这是一条变异的加州王蛇 没毒的 看起来好像是咬到它下面呢 我感觉应该是咬到肚子部位了 要不然早就嗷嗷嗷叫了 西林胎盘蛇俗称内陆胎盘蛇 哇一上来五个字打错四个字 不愧是营销号 还是那个熟悉的味道 以前叫做内陆顿尖吻蛇 还有沙漠猛蛇 凶猛 太盘蛇 大斑蛇等别名 我靠大姐 你能不能把字幕多打对几个 错一大堆看着难受啊 是全世界最强毒性的陆七蛇种 陆七蛇种可还行 一次毒液就可以杀死二十万只老鼠 形体比普通太盘蛇要小 成蛇也仅为两米左右 道理我都懂 为啥你讲内陆太盘蛇 一直在那放眼镜王蛇的纪录片 分布于澳洲中部的维多利亚沙漠级附近 西林太盘蛇身陷害羞 西林太盘蛇 依旧是五个字错四个字 咱就不说了 身陷害羞是什么鬼 我们再听一下 西林太盘蛇身陷害羞 他好像确实说的身陷害羞啊 这到底啥意思啊 这种营销号的文案 一般都是直接抄到百度 我们去百度搜一下看看 果不其然 搜西林太盘蛇就有 跟他讲的一模一样 原文是身陷害羞 当防御时身体会离开地面 西林太盘蛇的形体比普通太盘蛇要小 成蛇也仅为两米左右 你这句话不是刚才讲过吗 哎呦我操 百度里都是直接抄下来的 重复了你都不知道删一下 哎呀不看了 再看血压就上来了 这是一条白条锦蛇或者双斑锦蛇 白条和双斑长得特别像 尤其是白条锦蛇简直是个魔鬼 它一会儿抄袭双斑锦蛇 一会儿抄袭红纹制卵蛇 夹在梁子中间来回变换 它是抄袭超爽的 我们难受啊 因为这条蛇头部比较红 所以我猜一波双斑锦蛇 你们猜是哪种呢 又是我们的老书人黑梅锦蛇 不用惊讶 这样扭只是常规操作 还有平地这样扭的 就问你们了不了 这不是蟒蛇 是两条粗壮的网锦蛇 俗名大网蛇 有的地方叫它菜花蛇 网锦蛇是非常大的无毒蛇 可以轻松长到两米以上 最大可超过2.5米 民间传说甚至有人看到 三米的网锦蛇 但这种来源于目测并不可靠 这两条网锦蛇应该是在交配或者打架 这是一段老视频了 不知咋的最近又火起来了 最让我惊讶的是有人说这是响尾蛇 响尾蛇的尾巴是有响环的 就这个一节一节的 声音特别吵 这尾巴光不溜秋的怎么可能是响尾蛇 抖尾巴其实是蛇类的常规操作 当蛇感到威胁时 就会这样抖尾巴 我们前面看到那条无毒蛇 也是这样抖尾巴的 这是蛇在发出警告 它要生气了 要熬人了 视频里这条蛇是我们喜闻乐见的五部蛇 它是国服第一烂肉王 死亡率高 职业是血熏毒大师 视频里的小伙子纯粹是在作死 兄弟们来看看这条眼镜王蛇有多长 这是一条国外的眼镜王蛇 从这个头部大小和身体粗壮度来看 这条蛇应该有四米 算是非常大的个体了 又是肥仔啊兄弟们 有没有人能根据咱之前讲的判断 这是什么蛇啊 由于画面比较模糊 看不起脑袋前面有没有隆起的鳞片 所以我们直接看眼斑就可以了 很明显 眼斑中间有一条线 所以这是一条加鹏丝葵 再给大家复习一下 长得像加鹏丝葵的西角丝葵 前面有隆起的鳞片 然后它是一整块的眼斑 既然难得讲到了加鹏丝葵 咱就好好闹一闹 加鹏丝葵可以轻松长到一米四 一米四的加鹏丝葵体重就有五公斤了 相比之下同等长度的五步蛇 还没它一半种 五步蛇看起来就很肥宅了 加鹏丝葵简直是超级肥宅 它最大可长到1.8米 体重达到9公斤 兄弟们 这是什么概念 眼镜王蛇通常要长到4米才有9公斤 这肥宅1米8就有9公斤了 除此之外 加鹏丝葵还长有世界上最大的毒牙 大家可能对毒牙长度没啥概念啊 我给你们对比一下 五步蛇的毒牙看起来已经相当大了 1.3米的五步蛇 毒牙长度为1.6厘米 而1.3米的加鹏丝葵 毒牙长度足足有2.9厘米 最大的加鹏丝葵 毒牙长度可达4.4厘米 这光咬进去就相当于大针管打针啊 加鹏丝葵还拥有非常恐怖的毒液量 它曾经单次排毒2400毫克 保持了数十年的世界纪录 直到2018年才被打破 这大毒牙加上大毒量 你想被它来一口吗 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条蛇是不是在追赶这两个人啊 其实蛇都会游泳 但是鹿七蛇并不喜欢泡水里 如果你把一条鹿七蛇丢水里 它会急切地想要上岸 或者找个地方靠一下 视频里这条蛇是剧毒的周三眼镜蛇 我觉得它更像是想找个地方上岸 这两个游泳的人在水里 恰好看起来像可以停靠着漂浮物 然后这条蛇就往他梁这边游了 并不是想要追赶这两个人 我们看到蛇害怕 蛇看到我们也会害怕 大多数情况下 蛇遇到人的第一反应是投跑 咱别去招惹它就行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这么良心的up主 赶紧上连加关注 我去这条蛇跑到家里面了 六顺一直在那里叫 好可怕 这是什么蛇 前面一截白一截黑的 后面就没有 六顺不要去 六顺不要去 让它走吧 不用说肯定又有人把它当成银环蛇了 我之前讲过 银环蛇一般不会出现这种 前面有环后面没有的 顶多也就环比较少 这种蛇也是老抄袭达人了 白环蛇数的 可能是细白环蛇 请问这是一条什么蛇 这是一条黄斑鱼有蛇的幼苗 没读的 还挺可爱的 大家不要去抓捕 伤害它们 哎这条是真的银环蛇了 银环蛇的参数就不练的吧 弹幕都会背了 来给大伙背一个 这条银环蛇可能是想沿着 竿子爬过去逮鱼吃 也可能是单纯的爬上去玩 红海位于非洲东北部 与阿拉伯半岛之间 常常发生船毁人亡的事件 留下的尸首和船的残骸 都非常的少 看起来不像是武器攻击 而是想被什么东西一口吞下 路过的游客还有潜水员 都神秘的消失了 并且没有发出任何求救的信号 随着游客和潜水员的死亡数字不断提高 引起了埃及军方的高度重视 当他们探测到海下 盘踞着一条体长500的巨蛇时 都惊呆了 我也惊呆了 立即决定消灭它 避免造成更多的伤害 在鱼雷的猛烈攻击下 红海巨蛇化为肉酱 将原本红色的海面染得更红了 就这样 这条巨蟒从此沉于海底 据统计 在把这条世界上最长的蛇消灭之前 这条红海巨蟒共杀害了600人 其中包括370名游客 以及130名潜水员 没想到在蔚蟒的海下 竟然潜藏着如此巨大的蟒蛇 想想仍然觉得有些后怕 这种新闻应该没人相信吧 我还专门去搜了一下红海巨蟒 这是他们的配图 哥们还能再假一点吗 这就一模型玩具呀 这都有人信我真的是醉了 老雪晶山高颖 收获一条红色眼镜蛇 这一看就是染的红色 反光了都 颜料应该没少用吧 蛇都快被整死了 你看动都不咋动了 他在这闻啥呀 一股子颜料有趣味不吃笔吗 最后我要说一句 白拍怪 垃圾 今天我们来说 说世界上最毒蛇 一说到毒蛇 我们当然不能仅仅只知道眼镜王蛇 我靠 营销号居然还有这种意思 还一种蛇 冰火蛇 啥玩意儿 冰火蛇 这名字怎么听起来有点色情啊 冰火九重天 它是全世界最毒的一种蛇 它的毒液能够让任何猎物完全瘫痪 冰火蛇学名蓝长县利文蛇 这玩意儿叫爪哇利文蛇 俗名叫南长县珊瑚蛇 理这道好 直接各取一半 组成一个新的名字 南长县利文蛇 关键是字还打错了 那南长县珊瑚蛇真的是最毒的蛇吗 我记得好几年前 网友们对南长县珊瑚蛇的毒性基本没啥了解 只知道它的毒性很长 占全场的四分之一 都觉得很神秘 后来就有人开始传南长县珊瑚蛇是最毒的蛇 当时还流行一个非常神奇的逻辑 因为你不知道它的毒性测试具体是多少 所以我随便怎么催你都没法反驳我 是不是很流氓 那南长县珊瑚蛇的毒性到底有多强呢 是不是真的如网友所说的没有测试呢 不好意思 还真有 测得南长县珊瑚蛇的LD50毒性跑富人静脉0.7到0.8 在全世界范围内连前70名都进不了 世界上最毒的蛇一直都是澳大利亚的内陆泰潘蛇 我还见过有催南长县珊瑚蛇毒液量最大的 理由是因为它毒性很长 咱说的不好听点 就南长县珊瑚蛇这个头部大小 毒液量能大到哪儿去啊 果不其然 它的平均排毒量只有56到71毫克 最大200毫克 就这还想碰瓷世界纪录 不过有一说一啊 南长县珊瑚蛇长得是真的很漂亮啊 觉得漂亮的把漂亮打在公平上 这是绿瘦蛇 是一种厚勾压毒蛇 毒性很弱 鼠微毒蛇 身形极其细长 像根绳子一样 头部窄长窄长的 眼睛特别大 看起来还挺可爱的 可以做表情包 这不是眼镜蛇 是眼镜王蛇 眼镜蛇身上的白色环纹通常很细 这种规整较出的黄纹是眼镜王蛇的 而且从体型上来讲 眼镜蛇是比眼镜王蛇小得多的 周三眼镜蛇长到1.3米就算是比较大的了 眼镜王蛇2米以上随便长 这是什么蛇 球科普 这东西看起来连乎乎的 爬都爬不动 一看就不是蛇 我倒觉得长得像马黄 说实话 有点难以接受 因为我个人很抵触马黄这种长相的生物 我觉得很吓人 这其实是版纳鱼猿 是一种饮猿 分布于云南 广西 广东等地 它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大家可不要去抓捕伤害它呦 神经病 这是神经病啊 这是神经病嘛 干嘛 神经病 神经病 而观众朋友们 你们觉得这是眼镜王蛇还是眼镜蛇呀 注意看它身上规整的倒三角黄纹 这是国策眼镜王蛇的标志性特征 这条还是亚成体 身上的黄纹特别明显 成年之后黄纹会逐渐变淡 至于这个视频 首先 有一个人拿着手机很稳的在后面拍 然后这个人就走过去了 摆拍痕迹极其严重 我觉得这更像是养殖的眼镜王蛇 拿来拍的这个段子 树干里全是眼镜蛇 有人知道为啥吗 你放进去了呗 这一条条的肥的不行 肯定是养殖的 这些摆拍怪是真的恶心 以作剑动物来博取流量 至于这些眼镜蛇的种类 注意看它的背纹 是一个甜甜圈 毫无疑问 这是梦见了眼镜蛇 这一个视频看起来还稍微正常点 挖洞挖了挺久的 蛇出来了 有人看出来这是什么蛇吗 我看有人说这是眼镜王蛇 哈哈哈哈果然被骗了 这其实是滑鼠蛇 我之前讲过 因为它体型较大 且花纹与眼镜王蛇有点像 时常被人们搞混 又开始挖下一个洞了 这里就有点假了 有人说这是染成的白色 其实不太像染的 因为它的腹领几乎是全白的 按理说腹部与地面摩擦最多 如果是染的应该掉散了才对 我们再接着看 长得这么肥 而且几乎不反抗 一看就是痒的 从这个白色花纹来看 我个人觉得是中南半岛社 独眼镜蛇 中南半岛社 独眼镜蛇有这种几乎全白的个体 非常好看 最后 强烈谴责这种以伤害动物来博取流量的摆拍怪 垃圾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保持敬畏之心 看到蛇一定要远离 这么良心的up主 赶紧三连加关注啊 这条蛇可不一般了 它不是中国的本土蛇类 而是原产于北美地区的一种大型无毒蛇 流蛇 流蛇大伙可能或多或少听说过 它是一种风靡全球的宠物蛇 流蛇最霸道的地方在于它的体型 它可以长到两米以上 体重超过三公斤 为什么贵州的这个居民家里会出现流蛇呢 我估计是它这楼里谁家养的 因为没看管好 让蛇从厕所下水道里跑了 莫名其妙地钻到这个女士家的马桶里 小伙子内裤露出来了 下次把裤子踢高点 离远一点 离远一点 离开回离远 卧槽 这么可怕呀 这都打不中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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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 你小心点 虽然这条蛇拍得糊得他妈都不认识 但我们还是可以判断出它的种类 注意看这里 它在受到威胁时 有一个把脖子鼓起来抬头的行为 然后是这一段 可以隐约看到蛇身上有一点白色黄纹 毫无疑问 这是一条滑鼠蛇 也是一种大型无毒蛇 大家如果遇到这种情况 最好不要去打蛇 如果是毒蛇 你去打它 把你咬了怎么办 而且所有野生蛇 都是山游起步的保护动物 同学们可以去找保安 找老师 让他们来处理 不要为了在女同学面前装逼 去急于表现自己 就从这眉毛似的花纹 一口锁定我们的老书人 黑眉井蛇 从蛇咬的这个起伏来看 这哥们的下面应该是被咬到了 幸运的是他的裤子是比较厚的那种 不会说特别痛 听他的声音还挺开心的嘛 师傅 师傅 找我落这里了吗 落得求你 很大吗 还有它蠕动的声音 同学 同学 前面有蛇 快走开 同学 同学 白衣服同学 往这边走 前面有蛇 有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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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非常大的蛇 天哪 你走 你走这边就好了 那边可能也有 你走这里就好了 哇 他好帅啊 他吓死了 这种蛇的辨识度也是相当的高 它是肩吻腹 俗名五步蛇 在我们的视频中出现过很多次了 它是一种危险性非常高的毒蛇 这几位同学做得很好 一直在提醒周边的同学不要靠近 学校里出现这么大条五步蛇 最好还是找消防等专业人员来处理一下比较好 好多小伙伴很好奇 这种双头蛇是什么怪物 其实就是畸形罢了 双头蛇的存活率很低 这条双头蛇是加州王蛇 也是一种风靡全球的宠物蛇 又是这种二逼的人为斗兽 这不是毒蛇 是一条无毒的黄斑鱼游蛇 强烈抵制这种为了博取流量而伤害动物的行为 垃圾 好多天没有更新视频了 是因为7月28号上午 我爸在山上干农活的时候 被吹风蛇咬了一口 吹风蛇是指的周沈阳介绍啊 我爸是草药医生 野邦村里面治疗了好多被蛇咬伤的患者 我们叫他去医院 但是他觉得去医院太没面子了 以前我爸也被五步蛇咬了四次 第二天就治好了 被五步蛇咬了四次 第二天就治好了 这个描述存在疑点 我们等会再讲 先接着看 所以感觉这次被蛇咬也会很快的康复 咬到的第一天就肿到手腕上去了 第二天又肿上去了一点 这下我爸开始有点慌了 第三天还没消肿 这次更加的慌了 我们看一下他爸的这个症状啊 三天的都只是肿胀 这是一个什么水平呢 我随便给你们看一组周沈介绍咬伤的临床病例 在132例周沈介绍咬伤中 有84例都出现了局部坏死 我之前讲过 周沈介绍是国服坏死能力第二的毒蛇 他的坏死率超过了60% 而视频中这位老人他只是肿胀 肿了三天都没有出现坏死 从局部症状来看 也不是很严重 所以我这里有一个小疑惑 他真的是被周沈眼镜蛇咬的吗 如果他真的是被周沈眼镜蛇咬的 那表明这条咬他的蛇排毒量很低 他只是轻度中毒 属于轻型的一个病例 毒蛇咬伤会有一个症状分型 根据你的严重程度分为 轻型 中型 重型 微重型 一般要重型以上才会危及生命 而中草药能够救治的范围 也就局限在轻型跟中型上 也就是症状较轻的那些病人 然后再说这个五不蛇 他说他爸曾经被五不蛇咬了四次 敷这个中草药第二天就治好了 我们直接看五不蛇的临床病例 175人中有95%的人出血不止 75%的人出现不同程度的局部溃烂坏死 有的甚至烂到骨头里面去了 不然发现五不蛇的坏死技术 似乎比周三眼镜蛇还要牛逼 对 你没有猜错 五不蛇就是国服坏死能力第一的烂肉王 坏死面积和深度都在周三眼镜蛇之上 而且五不蛇毒液对灵血系统有极大的破坏作用 可以造成非常严重的内外出血 这不单单是敷草药就能治好的 注意看这一句话 就整天一般均在当地草衣或香衣进行过截渣 针刺切开内服外敷蛇药等处理 但病情未能控制 我们再来回看他的这句描述 你们觉得靠谱吗 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就像前面说的那样 他只是被五不蛇刮了一下 没怎么排毒 所以他既没有坏死 也没有灵血异常 敷一天草药就好了 然后他连续四次都是这样 你这个运气不去买彩票可惜了 下的饭也吃不下 叫也睡不好 心里老是安慰自己 这么大年纪了 怕什么死 如果再不消肿 就要去请他的大师兄了 我爸的大师兄 比我爸医术更加高明 有一次 华江有一个被蛇咬伤的年轻患者 只有十几岁 还是家里的毒生子 都没有呼吸了 还救了过来 真是能起死回生 你大师兄牛逼了 还会复活术 他说被咬的男孩没有呼吸了 也就是呼吸停止嘛 可以推断为神经毒舍药伤 导致的呼吸衰竭 呼吸停止 那么问题来了 男孩都呼吸停止了 大师兄是怎么给他救治的呢 中草药 呵呵 治疗这种神经毒导致的呼吸停止 必须要用机械通气苟命 如果没有机械通气 他很快就会死亡 敢问大师兄 你用机械通气没 如果你没有用 我是不是可以怀疑你在吹牛逼 如果你用了 我是不是可以质疑 你靠的不是你的中草药 抗毒血清是全世界公认的特效药 对付这种神经毒性很强的食药商 抗毒血清和机械通气都是缺一不可的 大家注意抗毒血清是综合体内还未起效的游离蛇毒 也就是说越早注射效果越好 如果你已经呼吸衰竭了 抗毒血清的效果会大打折扣 这个时候你就得靠机械通气把命折着 再做抢救 特别是毒性很强的银环蛇和眼镜王蛇 这两种蛇发作速度都是非常快的 如果没有第一时间去医院注射血清 在外面其他地方耽搁了时间 等你再去医院的时候 蛇毒已经完全发作了 这个时候抗毒血清可能都救不了你了 所以大家要多多推广正确的就医途径 不要对林丹妙什么的过于迷信 保持敬畏之心 看都是一定要远离 这么良心的阿博主 赶紧三点加关注 那么多推荐 什么都没有 虽然在同时 这些东西无疑